接着说 世尊说 施比丘众以便供养我 以供养众 这里都是在说 僧团是佛法的会命所在 佛陀所证的法僧会命 他能够继续的 一直注视 来利益众生 他的重责大人在僧团身上 所以佛陀说 施比丘众以便供养我 亦供养众 又说佛在身术 主要是大爱道 做了一件夹沙 听说是用青丝线知的 要供养佛 佛就说要供养大众 其实加沙基本上也不可以 职要也不能太好 表示生团是佛陀会命的扩展延续 所以团体可以不断的扩展 比如说台湾 从台南往南到高雄 往北到嘉义 到台中 到台北一次扩展过去 把佛陀所正的 透过身团不断的扩展 是空间上的扩展 还有时间上的延续 从现在一直延续到未来 不断的延续下去 不断的扩展 所以他这里说 比赖也中说 比赖也就是律 律有时候翻作比赖也 或者叫做匹尼 有如法的 要如法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你的理念 你的修行方法 都不是佛法的 是非法非律的 那么你扩展的越快 那么对佛法的伤害就越大 就相似佛法 或是复佛外道 那扩展的越多 那么大家误认为 这个就是佛法 像以前我们刚开始 学佛的时候 那其实也不了解 到底佛法是什么 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 那个流行的就是 卢圣燕 青海 以及一贯道 这三个是最流行的 就是卢圣燕 青海 跟一贯道 那那个时候 一贯道还蛮流行 但是大家其实不了解 什么是佛法 那有一些相似之处 那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 我以为青海说的就是佛法 后来慢慢慢慢就知道 不是 那卢圣燕的是比较初恋 就比较容易知道 他说的不是佛法 那当然现在 现在讲的 他现在讲的跟以前讲的 也不是完全一样 他是从道教里面起来的 鬼神教里面偏多 那像青海的话 他讲吃素 讲禅定 那讲慈悲心 那这个比较明显 那这个一般人 其实是不太容易分别出来的 但是 那你相识佛法扩展的越快 像现在所谓的庙场 那么宋七仪这种 那么他扩展的越快 那么很多人认为 这个就是佛法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 也有很多人认为 这个是佛法 所以他不了解的情况下 那么那个扩展的越快 劣壁驱逐良壁 那么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 他才是真正的善知识 那反而会伤害佛法 其实是这样 所以要如法要有正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要有如法的合合身 世间就有佛法 那么这可见 不但身在即佛战 而且是身在即法战 那么佛的重点就是 要让众生 证得这个真理解脱 就是这个法 知道这个真理 并且证得这个真理 法是离苦的方法 那么有法就可以离苦 有正法就可以离苦 那么佛是证到这个正法 我们前面讲 沙门伯罗门 很多人都想要离苦得乐 但是离苦的方法错误 比如说你现在受苦 你到恒河里面 见在恒河里面 你希望 因为苦是由罪来的 罪苦 所以你就见到恒河里面 恒河是圣水 可以灭罪 那有些不是 有些就念一个咒 灭这个定业 或是灭罪 有些是念佛名 就非常多方法 太多了 那有些是用法会 那么什么什么的法会 消灾严受法会 非常多的方法来灭苦 但是这是佛法里面讲 那真正灭苦的方法 就是要从灭这个烦恼下手 因为烦恼是根源 那么有烦恼有造业 业成熟会受苦 那你要从烦恼下手 而且要正确的方法 那你灭烦恼没有正确的方法 那么也灭不了烦恼 所以佛陀成佛之后 离苦得乐 那么你要怎么离苦 你要怎么得乐 那各样各式刚的方法 佛陀教导正确离苦得乐的方法 要把这套方法 不断的延传下去 所以佛是为了要说法 让众生 佛得到法的利益之后 你见佛是为了见法 你见佛是为了文法 文法是为了见法 重点在这里 那佛陀时代也很多见佛的人 他可以得解脱吗 不一定 不要说见佛 跟着佛出家都不一定得解脱 都不一定能够离苦得乐 你跟着佛出家 假设你没有依法修行 没有如梭修行 那么你也不能离苦得乐 你怎么可能因为你见佛就离苦得乐 你不可能 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 很多人都是见佛的 不单单是见佛 他还信佛 他还跟着佛出家 那么虽然信佛 见佛信佛 念佛 跟着佛出家 他没有如梭修行 没有依法修行 他依然不能离苦得乐 那我们现在都觉得 我们只要能见佛 我们就能离苦得乐 没有 见佛是为了文法 因为法才是重点 为了文法 文法是为了正法 是为了见法 所以后来才会讲 见佛即见法 见佛是为了文法 见法即见佛 见佛即见佛 那么见一佛就见 就见古量佛 这个经典里面都是这么讲 你就是念阿弥陀佛 念到见阿弥陀佛 他也跟你讲 见到阿弥陀佛 就见到无量诸佛 那波多上面也是这样讲 《瓜如六受经》也是这样讲 见到阿弥陀佛 就见到无量 因为你就见到佛 之所以成佛的方法 那佛就是觉者 觉者就是觉悟真理 那你觉悟到了真理 你就知道 什么是佛 那所有的佛 都是觉悟真理的 那么知道觉悟真理的方法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应该要知道念佛 念佛是念佛最主要的就是要如梭修行 意念佛的功德 念佛是念佛的功德 念佛名号是念佛的功德 那么佛有什么功德 佛自觉觉他觉醒圆满 那么离苦得乐出三界人 那这个所以见佛要闻法 闻法要依法修行 如梭修行 如法修行 那么如梭修行是为了见法 见法就可以成佛 就见佛 那这个所以他这里讲 身在己法在 佛在佛就是来说法 佛为法王 法从佛出 所以你看佛头也是这样 那么佛在身宿 而身在己法在 因为如法的身团 依佛法 如法修行的身团 所以和乐清静 如法修行的身团 那么就代表 这个弘扬佛法 助持正法的责任 就在这个身团里面 所以这一点 不但证实世尊的重视大众 更了解佛法的解脱 不是个人的引对 那反而在集团中 所以连自称辟知佛式的 头头行者 就是大家色 那么也不只是大家色 一个人这样 其实还蛮多是有这种形格 但是大家色后来 大家色在佛面后 反而展现出菩萨风格 那大家色佛在世的时候 这个大家色在哪里 在我们如果翻到 课本197月 佛教徒的不同类型 里面199月这边 身文跟辟知佛 那么就是佛地址 有这种身文辟知佛 跟菩萨的这三种类型 出家众里面 那里面有身文辟知佛 跟菩萨 但里面有稍微说到 那这个大家色修阿兰若 修头头行 那么佛陀叫他为佛陀三次 跟他说 加瑟你为这些新来的比丘说法 大家色不愿意 然后他年纪大了 那么跟大家色讲 那你年纪大了 不要那么辛苦 到生团来 他不要 他不要 他说我都是修头头行成就的 我也不敢舍弃头头行 他不要 佛陀三次希望 因为大家色是 大家色是很 也很会说法 他觉悟是 他大概是佛陀底下 佛陀比较尊重的 就是佛陀底下最有能力的弟子 但是实际上 比较像佛陀这样努力在利益众生的 就是舍利佛目见 那大家色是那种 陀陀行的 就是我们叫做独行独住 那么比较这样的 他我们叫做有一点点就是 我们说有一点屁啊 我觉得屁啊 就是他喜欢独行独住 他不喜欢跟大众就这样 然后比较孤独性格的人 然后佛陀 他有时候也要来参加结膜 宋戒啊 他要来参加 他后面有讲 辟知佛似的偷偷行者 引顿而苦行者 也不许他独住 非半月集合一次不可 半月宋戒的时候 他也要来啊 他来完之后 他就去读住了 那佛陀三次跟他讲 你为这些心境的比丘说法 他有时候会来找佛陀 那么或是要宋戒也会来 那么他跟他说 你为这些心境的比丘说法 他也不要 为什么 因为他看那些心境的比丘 都是年轻的 年轻的多数是谁的弟子 阿难的弟子跟穆建人的弟子 年轻的 阿难跟穆建人各收了一批很年轻的弟子 那这两派的弟子 常常吵架 常常斗争 大家社的性格是比较那种 就是看到不对他会讲的那种 他可能曾经讲过 然后那一些年轻的比丘 因为他一般很少看到他 不晓得他是谁 所以可能对他们有好脸色 他就不要了 批斯佛性格是这样的 他如果试着为你说法 那你表现出不耐烦或是不恭敬 他不是下次不为你说 他下次任何人他都不要说 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啊 对不对 以后这种人不要讲 可是那种人不一定是那种人 就是你会 因为你只要有一次两次 那么为年轻人 那年轻人对你不恭敬 或是给你不好的态度或怎么样 那你可能就说以后 像这种年轻人都不要讲 都不要了 他就断绝了 像比如说你曾经帮助过别人 那么反而被别人告 那你就以后再也不帮助了 可是你现在这个人 帮助的人是比较烦恼重的人 你下次帮助的人不一定会告你 不一定会也会这样 但是我们就会习惯这样 就会觉得都是这样的算了 那么大家色有可能就是 他试着为这些年轻比丘说法的时候 然后因为大家色 大家色是不是像阿难 就是和眼月色 比较柔和 讲话他就是直接比较训诫式的 像他有一次绿典记载 他有一次看见很多比丘尼 到寺院里面来 然后就叽叽喳喳 因为他在那边打坐 然后很多比丘尼进来 不晓得在做什么 他进来就讲话讲话讲得很大声 然后他就起来 然后他就跟他们讲 然后到寺院里面来应该要急进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吵杂 怎样怎样 因为很多人在这附近打坐 你会影响到人 那个比丘尼可能也不知道他是大家色 照理讲如果知道 多少会尊重他 因为大家色很少出现 很少出现 那人家不知道是谁 就是一个 他又偷偷行 穿的不是那么好 然后所以就会 就会骂他说关他什么事 怎样怎样 大家色就会训诫他们 结果那些比丘尼不高兴 全部联合起来要打他 然后大家色看一看不行了 就怎么样 就飞走了 这也可能是大家色后来很讨厌女众 女众也很讨厌他 也很讨厌他 那所以他 那么他又不太喜欢这些年轻的 就是没有 他可能就是比较性格比较强烈的一种 就是阿罗汉都有习惯性 所以后来你看他要解体经典的时候 也喝着阿难 说阿难 你有什么 举着阿难你多过失 那么你看他讲话就是这样子 讲话就是那种 就是听起来 让人家听起来有点点不太舒服那种 就好像你在训诫我 阿难有一次受到难陀 这是托罗难陀比丘尼供养 然后他就 他要去应供 就是这些比丘尼要供养他 然后可能在家里的样子 然后请他说法 然后他就去应供 半路遇到大家舍 他就说那请大家舍一起去 那大家舍也答应 就跟阿难一起去 那吃完了当然吃 因为大家舍是阿罗汉 而且他的戒腊膏啊 阿难当然要请他啊 如果我跟我师父去 人家请我说法 我当然要先我请我师父说法 我哪里可能我上去说法 不太可能 那一样是这样 阿难就请家舍去说法 可是这些比丘尼这些人 他是要听阿难讲的 他不要听大家舍讲 结果大家舍讲完了 这些比丘尼在后面就讲了 大家舍怎样怎样 然后因为他不喜欢大家舍讲 他就是喜欢听阿难讲 结果阿难没有讲 但大家舍讲 他们就很失望 大家舍讲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训诫别人 所以那些比丘尼在背后说他的话 说他关公面前耍大刀 阿难多文第一 他还敢在阿难面前 那么这样说法 说他是卖真的小孩 在做真的人前面卖真的一样 大家舍一天晚出来就训诫阿难 阿难 他们说我是卖真的小孩 你是做真的人 意思就是 阿难懂的佛法比家舍好多 他真的是大阿难 大家舍就训诫阿难 就喝着阿难 阿难也很无辜 又不是我说的 是他们说的 又不是我说的 阿难就征者你不要生气 那么这些比丘尼烦恼重 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然后大家就开始讲 佛陀说怎样怎样怎样 那有这样说你吗 这样就开始训诫阿难 所以他讲话的习惯 所以让人家不讨识 可能也因为这样 我想 因为从很多的这种 绿点跟经典的记者 他 因为他本身就独行独住观 所以他那种人情事故 他认识人情事故他是不懂的 他也不需要去懂 而且他 所以也造成他不太 不太会去说要利益众生这一块 但是在佛陀灭后 完全不一样 佛陀灭后大家设心里面想的就是 怎么样把佛陀的正法传下来 那有一个典型的拜 大家设就是大家 阿罗汉不要入虐坛 应该把佛陀的正法传下来 利益后面的人 所以他要截几经典 结果他 他上去请那个有神通的 上去天上请那个交换波子 交换波子是舍利果的徒弟 也是很早出家的 那因为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东西吃一吃都会吐出来 所以佛陀说你不要在人间 你会让人家毁放你 那没有办法因你得福田 还会因你照应 你到天上去 天上吃的不一样 然后天人有天眼 他会攻进你 你到天上也不好 所以他从此没有在人间 然后他到天上 那这个大家设要见几经典 第一个就想到他 因为他是舍利佛的徒弟 那他也懂很多 那是因为他的习惯问题 你佛陀不要让他在人间 所以他第一个通知 有时候是第二个有时候是第一个 那是通知这个交换波子 那交换波子 问了一下知道 这个佛陀入涅槃 然后他的师父舍利佛 以及穆建林 这个阿舍利都入涅槃 他就觉得那我也要入涅槃 就入涅槃了呢 他说但是现在要解极政法需要你 他不管那么多 他说我也要入涅槃了 就入涅槃了 我不下去了 他跟他讲 你跟那个大家设尊者讲 我就不去参加结极 就入涅槃了 那你看看 所以在佛陀灭后 大家设表现出的是菩萨性格 佛陀灭后 还好有大家设跟阿难 真的 但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完全是舍利佛目见的阿难 大家设根本 佛陀叫他为比丘说法 心境的比丘说法 他也不要 叫他回来生团 回来生团 第一个就是年纪大 人家好照顾他 不要那么辛苦 他就修偷偷鞋 第二个就是 他也可以教化这些生团里面 心境的比丘 因为他确实是很有威德力 但是他也不要 他是敢当面拒绝佛陀的 就是不要 所以在后面那个 辟知佛这边 就是佛地址里面的性格里面 就有讲到 好 所以他这里讲 连自称辟知佛式的陀陀行者 引顿而苦行的 也不许他独注 那辟知佛有两种 一种是没有佛的时代 没有佛的时代 那么自己就解脱了 那么有些是说他过去有正果 然后再来人间 从七次往来 或是来人间的时候 然后他下来人间的时候 天上很长的时间 再来人间佛法已经没有了 这个时候没有佛法 他依他的善根 他见到这些他可以解脱 依他过去是素式的慧 那么来这个人间的时候得解脱 那个时候没有佛 这叫辟知佛 那有一些是依他过去的善根 他并不是正出国二国三国 但是他这一生智慧得解脱 就没有佛的时代 但有佛的时代 他就是独行独注 就是比较辟知佛性格的 就是独行独注的 好 那所以他说 连自称辟知佛是自称 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大家设 大家设 佛陀 叫他回来的时候他不要 他说他习惯佛陀醒 他就这样生魔就可以了 然后他后来就对外说 这个即使没有佛 他也依然可以解脱 那大部分都是依佛得解脱的 但是他自称 他也有这种自信 就算我这一生没有遇到佛 我依然依自己的力量 就可以得解脱 就可以得正觉 所以才会讲 自称辟知佛似的佛陀行者 引顿而苦险的也不许他独注 但是 不止只有大家设这一个人这样而已 其实还有蛮多僧团里面 因为佛陀那个时代 很多都是修苦行的 很多都是修苦行的 他们习惯 那即使修苦行的 他也不许他独注 到僧团里面来 但是大家设佛陀是尊重他 他独注他就让他独注 其实是这样 但很多都是阿兰落注的 后来很多都是阿兰落 非半月集合一次不行 就算大家设也要半月 半月回来诵劫 也要 就是要解脱 那么人间佛陀的真精神 哪里是厌世者所见的样子 那么这里最主要在讲法 法的里面最主要并不是 后来我们说的 有行的所谓解脱道 佛法是要让人家得解脱的 没有错 这一点是没有错 是向解脱的 但不是围求自己的解脱 那么这一点是菩萨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他并不是单单求自己的解脱 所以他这里讲 佛陀是创觉 升觉是后觉 这里画了一个图 那么自觉跟觉他 那见法即见佛 那么身在即法在 重点在法身常处跟正法久处 好 那么这样才能够叫做绍容佛众 就是佛法会不断的传播下去 好 那么再来看身 佛法身 身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个人 比丘身比丘尼身 一个是集团 其实是身团 那么身的意义 其实就是身且简称 身且是合合众的意思 其实就是团体 出家的团体 因为以前在家没有团体 佛陀时代在家没有团体 现在有在家团体 现在佛教有很多在家团体 那以前佛陀时代没有 合合住在一起的 只有出家团体 现在也有很多在家人 合合住在一起修行 没有人 一起念佛的 就在那个地方 也有 那 现在来看佛法的奉行者 就是如梭修行的 如法修行的 那么身 我们健身的目的 前面已经讲过 最重要是要让正法久住 那么我们叫做安身办到 第一个安身办到 那么没有解脱的人 有解脱的人影响没有解脱的人 有智慧的人影响没有智慧的人 领导没有智慧的人 然后渐渐渐渐 这些人都一之得利 然后再往外扩展 那么影响那些不相信的人 就这样不断不断的扩展 那这个是极端 所以道场 道场有两个功用 一个就是安身办到 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 医知可以得解脱 医法可以得解脱 第二个就是弘法立身 外面的人 听闻佛法 那么也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事业里面的人 以及事业外面的人 那渐渐慢慢 那么这个新陈代谢 那么外面的人不断进来里面 里面的得利益 影响外面的人 那么时间过去 那么不断不断 都有这样的新陈代谢 好 所以道场的主要两个功用 第一个安身办到 第二个弘法立身 影响那些相信不相信的人 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那里面的人 自己依法修行 就可以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所以 这个是身的主要目的 那么有道场 所谓道场就是 有身的地方 有道的地方 有道的场所 那现在来看 健身的目的 世尊的教化 奉行恒河两岸 得到不少信守奉行者 其中也有从佛出家的 非常多 那么 佛陀的弘扬范围大概在恒河两岸 恒河两岸的这些国家 印度很大 大三角形 但是就在恒河两岸 下面南印度 那边西北印那边都还没有 就在恒河两岸 恒河两岸就哪几个国家呢 摩羯头骨 屁舍林 摩羯头骨 屁舍林 那么 这个 蛇魏城 那么 这个 张波城 巨舍林 乔善弥城 然后 迦比罗魏城 这一带 都在恒河两岸 恒河的东边跟西边 那么 都在恒河两岸 那么佛陀在这一带 大概当时有所谓的十六大国 当时有所谓的十六大国 那其中有三个主要的地方 一个就是摩羯头骨王舍城 一个就是屁舍林 拔茄果的屁舍林 一个是 一个是 这个 这个 乔沙罗果的舍魏城 那 基本上 从 可以说 从东边到西边 那么 那么 都在恒河两岸这一边 不会离太远 不会离太远 那有非常多的信寿奉行者 十六大国里面 至少 但当后来 后来佛陀入涅法 要来分舍利的就有八国 你看一半以上 有八国要来分舍利 因为佛陀都在他们那边 所以 影响的人也蛮多的 那国王信奉佛法的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 摩羯托果的 品博搜罗王 王后 韦迪西 乔沙罗果的 国王 霍斯妮 王后 莫逆 那 辟舍利拔茄果这边没有国王 他们是 他们是 这个异卫制的 就大家开会的 那 幽田王 然后 然后 就是有几个国王 但是最主要就是这两个而已 波斯逆 波斯逆王 跟这个 品博搜罗王 那其他 除了幽田王之外 其他就比较 比较没有 比较不那么熟 那 出家地址 后来有很多从佛出家的 那不一定是跟佛出家 有些跟舍利佛 跟穆剑岩 跟阿娜 跟富罗娜 跟加詹岩 那比较多 加社的地址比较少听到 大家社不曉得 你一听说大家社有收地址 这可能要找一下 那他独行独处的 大概也不太会收地址 但是没有听说大家社有地址 那么 但是有所谓的加社一部 就是说 可能不是大家社 大家社没听说他有收土地 就是大家社的地址 比较少听到 不知道有没有 那但是很少 那摄利伯木介人阿娜 佳流陀矣 包括提伯达多 很多地址 他不一定跟着佛头出家 那么 所以 但是 根源都在佛 比如说你跟舍利佛出家 舍利佛就说 基本上 他帮阿剔度 他是他的教授师 但是还是随佛出家的 像我们要出家也是 我今随佛出家 还是随佛出家 他要剔度的时候 都是随佛出家 所以说他有一个剔度师 那依着这个师父学习佛法 那所以 他说 他说起初 佛教为出家弟子 提示了法未同受 那 财力共享的原则 财力共享就是我们说的 立和同学 就是大家过一样的生活 遵守一样的规矩 那么 当时还没有那么多规矩 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但是有简单的 有简单的教诫 叫做略教诫 其实就是 那么 神口亦清静 那么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诸佛都有所谓略教诫 一开始都不是一开始就自戒的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他说 提示了法未同受 其实就是见合同结 礼合同正 然后有立和同缺 就是财力共享 都一样脱波 然后 一样 那么 有这个地方 同样在这个地方修学 等到出家众一多 佛陀开始自戒 使他们成为合合的 称之为生情 那佛陀一开始是没有讲 就是像吴比丘那个时代 也没有讲什么 到1250个阿罗安都还没有自戒 他有一个列教诫 那列教诫 一般来讲 这个情形维持12年 我们写一下 佛陀的略教诫 就是最初12年是没有 没有什么规矩的 因为大家都不会 都是依法修学 没有什么问题 就好像有问题了 我们才会有法律 那么我记得以前 那么还有这种 乱吐痰 然后要罚多少钱 现在没有 那有些地方写 这个脱水锅盖 要会有什么处罚 那乱丢垃圾 会有什么处罚 就表示 有人这么做 那么我们要制定规矩 远返他 如果没有 那你就不会特别写这个东西 不会制定这个东西 那么第一个是最初12年 这个是依事分率的 就是最初12年 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规定那么多 他有一个略教界 那略教界 略教界就是大概 一个原则性的说法 那么诸佛都有略教界 那依事分率 我们还是依事分率讲 释迦牟尼佛最初12年的略教界 基本上都不离开 诸佛莫作 仲上奉行 致敬其亚 不离开这三句 那我们来看 上乎与口云 致敬其致 上乎与口云 致敬其致 身末作诸佛 其实就是一个修行的要略而已 这个跟周历华多姐念的那个记 也差不多差不多了 此三叶清清 仁德如是行 世大仙然道 就是一个要略 大概指示一下 我们说跟周历华多姐 要出家念的那个记也差不多 生口亦业不造二 莫老一切诸佛群 正念观之亦尽空 无义之苦当然 他讲的就是要修解脱的 但是这个是从戒里面来讲 就生不造二 然后口不造二 善乎与口亦不造二 然后义 其实就是诸佛莫作 仲上奉行之境 但是他强调在戒 就生口亦 生口亦不造二 多利盘托姐念的 生口亦业不造二 就这个啊 生口亦业不造二 就这个 莫老一切诸佛群要慈悲 那这个就是生团 生团住在一起 不要互相干扰 不要互相障碍 要互相增上 互相成就 不要互相干扰 所以这个就是 就变成在团体规业里面 生口亦不造二 莫老一切诸佛群 然后修行的方法 正面观之一凶 不要执着于五欲 五欲知苦当然 这叫重大 这个是进一步的 能德如是行 四大先人道 这个是最初十二年 然后之后 之后佛陀曾经说过 过去佛有一些没有自戒 生团没有自戒 没有集中 所以正法不久住 舍利佛就说 希望佛能够自戒 佛就跟他讲 要有人犯 才自戒 这个第二个 舍利佛后来请佛自戒 请佛结戒 自戒 请佛说戒 希望佛能先定个规矩 那么这个佛 佛跟舍利佛说 且止 先不要 那么佛自知识 佛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自戒 什么时候呢 就是有人犯的时候 比丘中 比丘中 你看他就讲 比丘中 未有犯有肉法 未有犯有肉法 一烦恼 那么召二月 若犯 然后结戒 如果有犯 我们再去自戒 若犯 然后 什么时候要自戒 什么时候要自戒 就是比丘犯有肉法的时候 犯的时候 然后结戒 那现在还没犯 所以不结 结戒是为了什么 戒是为了什么 因为要让他知道 控制他的烦恼 有些人 自觉力没有那么好 自觉的能力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做错了 他不知道 要告诉这些人 有些人自觉能力很好 你不用跟他讲 他就知道这个不能做 他不会去做 你不用去规范他 你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你不用去这样跟他说 所以弱犯难后结戒 回断笔有弱法过 那个是为了要对治 要让他以后不再这么犯 所以才要自戒 回断笔有弱法过 烦就是烦 那么所以自戒的目的 自戒的目的就是要 因为他会自己障碍自己 也会障碍别人 也会障碍佛法 那么现在自戒让他不会这样 那么有这个障碍 断笔有弱法过 就是自戒的目的 若先结戒 假设 这个是佛陀 不先自戒的原因 那么若先结戒 那么会容易怎么样 会儿生毁谤 就是容易造成一种现象 就是什么呢 那么有些人会认为 我自无罪 强违结戒 他会这样认为 会这样说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这个过失 佛陀为什么要给我这种规定 我自无罪 强违结戒 像人的心里都是这样的 你一开始去别人家 他就规定你怎么怎么 哪里不客气 怎样不能去 你听到了你心里面就会 你是把我当小偷吗 你是把我当贼吗 他 他不会不高兴 人一般是这样 强违结戒 就给我赐了那么多规定 那么所以 事故如来 也不先结戒 到第13年 这是前面的12年都没有 第13年才开始至第一条件 就是那个 须提纳长者子 苏联纳 这个须提纳长者的儿子 叫做苏联纳 那这个是从巴黎文里面 这样的 那么开始犯这个银戒 然后第一条件就是银戒 那银戒是怎么犯的呢 就是这个 那个时候刚好饥荒 然后 这个他们家是在这个 黑舍林 那 那个时候 王舍城 那有饥荒 然后他们就带 这个苏联纳就带 带这个其他的比丘 回他们的村庄 去托波 因为没有得托 那个时候饥荒 就是大家都没得吃 很多比丘都没得吃 那所以他就带领很多比丘 回他村庄去托波 然后住在那个 壁舍尼 那个崇格奖 就带一道出家那个地方 然后 他一回家 他的父母很高兴 他们家很有钱 他们家非常有钱 那么 他们当的村叫做佳兰头村 那 有时候叫做佳兰头长者 佳兰头村 那他们家非常有钱 然后他们家只有他一个独生子 然后他去出家之后 他们家就没有人了 但是他们家非常有钱 那么爸爸妈妈看他回来 就去跟他商量 他说你出了家 那我们家也这么大 那你去出家 那你又没有留下后代 他是有太太的 他是有太太 但是他刚结婚不久 他就去出家了 他没有孩子 然后这个 他的妈妈说 你好歹也给我留个后代 为什么 因为你出了家 那我们家这么大 又没有孩子 我们死了之后 这些财产 都归国家所有 因为你没有 其他没有继承的人 所以就国家接收 所以为了不要 让我们这么大的财产 让国家接收 你淘汰留一个后代 所以他想一想 也有道理 所以就跟他的 安排他回家住了两三天 然后希望能够有后代 但是因为以前还没有自见 还不知道 后来他回来觉得 这样有点 他不是有淫欲心的 不是 他只是为了 为了他父母的请求 因为不然没办法 那为了他的请求 那么他要去 想一想 觉得因为他自己这样的出家 他可能对不起父母 然后真的父母年纪也大了 然后又没有后代 那这些家产 后来都会充公 都会归国家所有 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后代留下 他也没有其他儿子 他父母就他一个独生子 你说还有其他的儿子 他还没关系 又没有啊 所以他不得已 就答应他父母的请求 然后回去了之后 他自己心里觉得 这样好像不太对 他自己觉得不太对 后来去跟佛说 佛就开始自见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这是第一条 那后来就慢慢慢慢 越资越多 越资越多 就越来越多 这到最后 一识分率来讲 就有250条 一识分率来说 那戒律的多少 到了固拜 其实是差异很大的 那么多的跟少的 大概相差有100条 大概 就是因为到了后来 就是有的加有的减 有的加加减减 就不太一样 好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所谓 那么后来慢慢 慢慢出家众多了 出家众多了 那开始自见 这个是我们说 开始自见 一开始是这样 使他们成为和和的 称之为生且 生就是生且的简称 生且是重 他现在就叫做团体 就叫做团体 所以团体规约 世尊的所以依法设生 不但为了现在的出家众 目的是更远在未来的正法之中 那么安生半道是现在的 但是未来是重点 重点 生团有鸿法立身的责任 那么未来 因为这样一直传下去 未来正法才可以久住 正法久住 才能利益到未来世的众生 其实是这样的 那所以 世尊创觉的常道 非一般人也非天模范 天模范是经典里面常说的 印度人所信仰的天模范 就是跟佛教比较有连结的三种天神 一种就是道立天 那么是 是第二天 玉界的第二天 一种是魔 魔有两种 一般说的是玉界的第六天 叫做他化自在天 那么更高的是指色界 色界顶 叫做摩西所楼天 那 那一般是指 一般是指玉界的 玉界的 玉界的第二天道立天 以及玉界的第六天 玉界顶 玉界顶 是他化自在天 然后还有出禅 出禅的大饭天 从禅是这三个 跟人间比较有来往 也跟佛陀 比较有 有关系 那魔王 就是劝佛入涅槃的 放天王 是劝佛中化人的 那么天 道立天主 那么是常常来天法 护持佛法的 护持佛教的 所以这三个是比较 比较 跟佛教有牵连 那也是当时印度人 比较信的 神里面的一个代表 所以天魔犯天魔犯 阿瀚经常常有天魔犯 这种说法 那印度宗教的神 其实就是印度人所能转的 为奇难得 所以就是天魔犯都没有正德这个法 不能正 没有正德这个法 那所以 那么说爱父的先业特别关切 所以发现了出家众的过失 就从事生众的组织 成立生团的定义 即为了住持正法 就是 有十种 后面有讲 有十种因缘所以致见 但是 根本的因缘就是为了正法救助 那因为正法只要能够住在世间 那么世间人就能够依正法得到利益 最根本的利益 就是最根本的利益是解脱 那么最低的利益是不剁三二道 不剁三二道 那么现世可以离苦 未来可以得乐 终究可以得解脱 那么是这样子 所以 那么这里讲 成立生团的定义 就是为了住持正法 佛法虽是探本的 简要的 却是完成的 就是探求根本 根本就是什么 解脱的 那么 他说简要的 简单 而且是重要的 那却是完成的 圆满的 究竟的 在传部中 那么可以隐身禅法 可以做方便的适应 却没有修正或补充可说 那么 所谓修正跟补充就是 佛法的原本这样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佛说的不够圆满 所以在补充 佛说的有一点偏差 在修正 没有 他已经是就近圆满不上的 所以他并不需要做什么 修正跟补充 他只需要你不断的传承下去就好 但是佛弟子所体悟的 可能就有一点点不圆满不究竟 有偏失 所以后来的佛弟子说的 会做修正跟补充 但是佛所说的 他就是圆满的 这样就是这样 他们不需要 不需要再修正跟补充 但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隐身禅法 看气里气机 做方便的适应 即是这样 所以 以佛弟子的弘扬佛法是住持 住持 住就是不改变 住持就是保持 所以特别注意佛法本质的保持 并不是说你有在说法 他就是住持佛法 不是 你住持的是不是正 你有没有把佛法原本的亲近 向上向上向解脱保留下来 孩子只是有佛法的名相 有佛法的样子 但没有佛法的实质 那这样不叫做住持正法 所以 要注意 特别注意佛法本质的保持 那么这一点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 其实都没有体会到这一点 就是说道场本身的存在 那么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在里面的人 能够依正法而得利益 在外面的人 那么 第一个 里面的人依佛法得到利益 就是他理解正法 而且他依正法修学 那么他在传播正法 就是可以影响外面的人 那么外面的人有一部分 也进来里面 成为里面的人 那么有一部分 那么一 这个里面的正法 那么他得到利益 其实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重点在正法 那如果你传播的 或是你自己本身 所修学的佛法并不是 就是离正法很远 那么第一个 你本身不能得到利益 第二个 你依着这样传播 那么让外面的人也不能接 他以为是正法 但其实不是正法 那么他也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所以重点在正本质 佛法本质就是正法 正法的保持 关于 主持佛法 虽然在许多经中 祖父 王公宰官 祖父 牛鬼蛇神 其实就是天龙八部 祖父这些天龙八部 所以牛鬼蛇神 听起来比较难听 就是说看起来比较不好 那其实就是天龙八部 人非人 阿修罗 摩侯辣穴 人非人 这些 祖父这些 像四天王底下 都是夜叉重 这些就是我这里说的牛鬼蛇神 那牛鬼蛇神在中文 比较难听 其实就是这些天龙八部 主持 护持佛法 也有了 那国王大臣 护持佛法 但其实 除祖父 阿娜 不要忘记而外 这正法久住的责 世尊是 郑重的托父在生团里面 最主要的还是出家人 最主要的 不管是比丘比丘女 最主要的是生团 佛法 生 生至子生团 那么是一个别生 合合而成的生团 群团 出家团体 那最重要的 最重要 注持正法的责任 不是天 不是魔 不是梵 不是夜叉重 他们是护持 这些国王 长者 再加重 那么大王 国王 天人 他是护持佛教 那出家重是 注持佛法 他不一样的 他是护持正法 护持佛教 护持 助持正法的出家人 助持正法的生团 他是护持 他不是助持 那真正的助持是什么 是生团 那我们有一个 就是这个生团里面 这个生团里面 那么最大的 最有影响力的 那个叫做助持 其实最重要就是 他担负 助持正法的重责大任 但是整个佛法的 整个佛法的 助持是靠这个生团 这个生团是由这个 领导人 在领导的 他偏了 所有的人就跟着偏了 所以他叫做助持 助持不是助持事愿 是助持正法 他是这样的道理的 但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已经 比较没有这种观念 我们现在的助持就是 助持道场 让道场的人 让道场的越来越大 道场的人越来越多 道场的钱越来越多 不是这样 是这个道场要有正法 那么 因为很多人 但很多人 是那个领导 领导 就是那个最上面的人 他的观念 就影响下面的人 那比如说 他要办水路华会 那么他喜欢办水路华会 那么他做助持以后 天天就常常在办水路华会 那他喜欢讲听 那他做助持之后 就常常在讲听 他喜欢禅修 他喜欢念佛 这太多了很多 那么这个人 他就会引导 就会影响底下的人 那么就会把这个团体带下 他是着重在这里面 着重在那里面的 所以他助持的 到底是不是政法 跟那个主要的领导人有关系 那所以 生团最重要的 助持政法的责任 生团最重要的是 有附有助持政法的责任 那出家人他就是贺担如来家园 他个人本身也有 也负担的要助持政法的责任 但是真正的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真正的重责当然在生团 因为生团才有力量 个人虽然也有力量 但力量不大 但一个团体他的力量 合起来才有 才有比较有力量 所以佛陀把助持政法的重责大任 寄托在 寄放在生团 那生团在每一个人都有 都有这样的责任 有这样的担当 那这个生团就 就能够特担助持政法的重责大任 其他的在家众 国王大臣天龙八部 都是护持而已 护持你这个助持政法的生团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才会讲 世尊是郑重的托付在生团中 所以合合生的存在 合合有适合跟理由 后面会讲 那么最重要就是 他建合他观念一样 行为标准 那大家都在清静和合 安乐的生团里面 得到佛法的力量 然后又把它扩展出去 让外面的人 让不信佛的人也相信 因为他看到你 他内心清静 他相信佛法 因为你这个生团 因为生团有力 因为你这个生团 他相信佛法 因为相信佛法 他又有正确的 正确的 你教导他正确的修行方法 修行观念 那么他因为这样的修行方法 他又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他也许选择后来出家 成为生团的一部分 也许他没有办法 他在家 成为父子佛教的一部分 那么这样都会让 佛法越来越怎么样 越有影响力 那么利益更多的人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 所以道场的存在 并不是道场本身的扩大 不是的 那么很多就是会变成 我道场人越来越多 我道场的建筑物越来越庄严 我道场越来越大 不是 道场的存在是要让正法 久住 让佛法扩大 让佛教影响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得利益 而不是你的道场越来越大 你的徒众越来越多 你的信众越来越多 不是 而是你因为你这个道场的存在 让信佛的人更多 让学习佛法的人更好 那么所有因为你而学习佛法的人 不管他在哪里 他都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不管他有没有扶持你 他都能够依佛法得到利益 他只要能够在佛法中得到利益 那么这个就是佛法注释的最大的目的 也是道场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能够佛法能够相许 因为正法能够久住 众生才能够一直得到利益 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他说和和身的存在 即是正法的存在 所以身在即法在 那这个身是指和和身 和和是适合理论上的他有正法 那么事实上的他行为清静 就是他这个观念上以及行为上 他都是跟法相应的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